大家好 我们遇到了硬盘 提醒大家不要自己去 用什么软件去扫描啊啥的 你看导致的损坏率很高 对吧 这些 可能是无法恢复的 这个朋友呢就是因为 用360扫描 导致的这盘整个坏得很严重 我们你看从 11号开始做数据 到现在已经15号了 到现在为止 已经坏得很严重 我们看另外一块盘 这也是不听劝 然后自己 用软件去扫描 我们看到了吧 这盘片上 这看不太清啊 我们待会 往无尘间里面看一下 反正现在这个盘也恢复不了了 我们打个光就看到了 盘片上都是粉尘 然后划伤很严重 我们看底下面 因为坏了之后一直用软件扫描 导致的几个面 这个盘呢 四个面 看到吗 底下 划伤更严重 那个整个人的划的都 啥都看不见了 为什么呢 已经 划伤很严重了 这个透明了都 所以大家 坏了之后不要相信什么软件可以搞的 只要是硬件有问题 我们不可能用软件去解决 你看都透明了 盘面整个完蛋了 所以说这个都跟 钱没有关系了 所以为什么 一般的像细节的盘 我们都要先开盘看一下 检测来的盘片 我们如果听到异响了 我们从来不会在商店去 测试了 直接开盘 这就是原因 就像这种 开完盘 就直接结果告诉他了 做不了 好 本视频到这 但是这给大家个教训 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